哎 大家好 把这个抗门头算是说完了 这个这个这个不得不说说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吧 这个这个 明天后天就要选了 哎 这个我以前说过 我这个 为了养家糊口啊 特别是 特别是当年还 现在是 现在是离婚了 当年娶了一个白人 所以这个养家糊口的重担比较重 所以呢 入了美国籍 这个是我一生的遗憾和一生的错误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祖国能让我再回去 我会这个随时随地 恢复 恢复 或者重新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共鸣 放弃美国公民 我对这个民主啊 一直就没有兴趣 我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传统的教育吧 虽然虽然我是在 在在在新中国长大的 受受这个这个新中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共产党的教育啊 从从从中学到大学 研究生出的国 当然了 大学期间难免受这个 受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了 呃 当年那个公职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我到美国来以后 因为因为我娶了一个美国人嘛 所以我这个绿坎啊 入籍啊什么之类的 都是按照这个 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配偶的这个方式 呃 进行的 所以比别人呢 相对早一点 因此呢 我我我我以为这个投票的机会呢 也比别人稍微相对早一点 但是呢 至今为止我一次票没投过 因为我对这玩意实在是没有兴趣 当然了 这次也不例外 我也不会投 嗯 没没没那先功夫 我是哪怕就睡一小觉 或者上哪玩一会儿呢 但是 哎呀 我不得不向我们川建国同志表示 深切的这个这个哀悼啊 哎呀 看来川建国同志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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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挤挤挤挤挤点这个 挤点眼泪了 哎 川建国同志看来是要逝世了 啊 当然我指的是这个政治生命啊 政治生命看来是要逝世了 哎 也是没办法 我本来也不想录这个 但是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 是个犹太人 我们俩基本上无话不谈 他呢 这个很牛逼 他预测这个美国 总统选举的这个结果 那那那是百分之百 自从我认识他 好几十年了 二十几年了 那么四年一次 也也也五六次了 他这个预告 这个这个回回都是都是对的 关键是什么呢 一般人当然都有个概念了 大概其实也估计着谁会赢 是吧 关键是啥 他让我服气的是什么地方呢 是奥巴马和这个和这个创 奥巴马毕竟是个黑人嘛 这个玩意 判断他赢还是还是需要一点功力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判断这个这个创不赢 当然了 创不赢这个我也能判断 但是我没说啊 人家公开说的 而且他那个他也 他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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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有什么地方写了写了东西的 人家不是不是这个私下说的 私下说的不算数 但是呢 当然了这一次大家的感觉都是创不要输了 包括我这位朋友 哎呀 所以我这个这个这个 忌日吧 或者说川建国统治的忌日 这个已经提前到来了 至少在我心情这儿啊 已经提前到来了 哎呀 沉痛哀悼川建国统治 这个这个这个建国大业啊 这个这个被腰斩了 应该有八年啊 哎 这个这个实在是实在是遗憾啊 所以向川建国统治表示哀悼 这个这个这个政治生命啊 在这个这个民主制度里头啊 它就这么长 你一旦落选 用中国人话说就是 叫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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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当然掉了毛还是如鸡啊 估计比鸡大一点肉多一点 但是离这个离这个凤凰就有差的太阳啊 这个一一旦落选 真的 你你你就像奥巴马啊 他还不是算落选呢 而且是两届的总统 这个 或者说任何一个 影响力是有一点了 但是呢 政治生命是是是是 是消失了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 从一般的角度啊 说说这个制度 制度这个玩意儿啊 大家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制度能帮你做什么 或者说不能帮你做什么 能解决什么问题 或者说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一说也好几分钟了 专门开一个 好嘞